各位朋友大家好 收到库代科寄来的快递 这个就是你们想看的10号电人柱三体的年名版 正好也可以再测测它的效率的情况 咱们早期做过10号电人柱的新春版 跟我现在的视频比起来 它的详细度还不够 我们就用这个三体版来完善一下数据 主要是老铁们反映的能量转换效率情况和文波测试 特别是文波测试 老粉们都知道咱们以前是用的一个简易的试播器来测试的 趁这个机会 咱们三款不同的10号电人柱一起测试 谢谢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 由你们的支持 我这个频道才有动力坚持和进步 咱们话不多说 我们先开箱 咱们这一次拿到的是两个三体的年名版 这个是6号的超级电人柜 三体水滴的一个年名版 测试视频和拆解视频 咱们这个都做好了 后续咱们会全部放上来 这一期视频就是做这个10号电人柱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测试 整体全是银色的包装啊 非常的亮 三体年名的标识 三体水滴的标识 背面的的话都是参数 这里有一个年名版的防围码 底部是条码信息 三体和库来科的年名信息 拔出电人柱 这个电人柱充电宝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 附身了一根50公分长的一个C2C的短线 规格是6A的 环保袋子里面拿出这个10号电人柱充电宝 这是一种一面镀隔 很称量称量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非常的容易收集指纹 撕掉这上面的一层膜 库台科10号的标识 显示会多出一个三体的标识 三体和库台科联名的logo 三款10号电人柱 它们的外观几乎都是一样的 充电宝的型号规格信息被放置在充电宝的底部 型号的话还是没变PB100P 10号电人柱只要型号没变 它的规格参数都是一样的 大家如果想要看拆解的话 我的主页里面有这一款10号电人柱的一个拆解视频 还能变PB100G 10号电工程 第1号砂扵 11号电工程 余多酷 10号电工程 锅和电工程 锅和电工程 此面 看筛从210号电工程中 我发展到到四角度 也会变PB100G 10号电工程 系统 旁边的后天 这个10号的三体联名版 还送了一个绒布的袋子 这个袋子另外一个用处 就是可以擦拭这上面的指纹 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进入五次充方电循环 来详细的测试一下 这一个10号电动块的 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 五次充电我们全部用这一个 库呆科15号充电器来给它充电 放电的话我们用五个功率档位 从高到低一次进行放电 这是咱们第一次充电 电已经充满了 充进去电量37.70瓦时 充电耗时51分钟 我们这一次用它的最大功率 来进行放电 这个10号三体版第一次放电 放出电量31.39瓦时 放电时间20分钟 放电过程咱们做了一个记录 七分钟触发温度保护 断电放出能量11.64瓦时 14分钟又是同样的触发温度强 过温保护 剩下的28的电量 我们用80瓦的功率放完的 这个三体版第二次充电已完成 充进去电量37.20瓦时 充电时间54分钟 我们这一次放电就用65瓦的功率 第二次放电 放出电量31.83瓦时 放电时间29分钟 全程65瓦功率放了电 这个三体版第三次充电 充进去电量37.75瓦时 充电时间也是52分钟 我们接下来放电就是用15V3A45瓦功率 这一次这个三体版的10号电能柱 放电放出32.87瓦时的电量 放电时间44分钟 这是第四次充电 充进去电量37.82瓦时 充电时间49分钟 我们这一次放电的话就给它用36瓦的功率 来直接给它放完 这一次36瓦功率放电 放了32.58瓦时的电量 放电时间54分钟 这是这个充电宝第五次充电 充进去电量37.13瓦时 充电时间50分钟 5V3A45瓦的功率 我们做的最后一次放电 放出电量30.80瓦时 放电时间2小时04分钟 放出总容量6250毫安 这个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5500毫安 5V4A我们5V3A放出6250毫安 这个是没有虚标的 这一个10号的电能柱 经过我们5次实际的充电和放电 我们换算出来的数据 实际的转换效率可以达到85% 我做成一张表出来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按照它官方额定的35.28的能量 我们算出它的额定的转换效率 也是非常高的 平均转换效率可以达到90.2% 这个三体的联名版一如既往的 是做工是非常好的 转换效率可以在85以上的 都是极品的电源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一下 这一个三体版 还有这个标准版和新春版 它三个的纹波 我们一起来测试 我们先来测试标准版的纹波 现在是5V3A 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的情况 最高的时候8毫浮 平均纹波6毫浮左右 9V3A 27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9.7毫浮 平均纹波6.5毫浮左右 12V3A 36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4毫浮 平均纹波6.7毫浮左右 15V3A 4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是15.2毫浮 平均纹波10.1毫浮 这是中低功率 常用的功率档位 20V3A 60瓦功率 我们看一下它的纹波情况 最高的时候32毫浮 平均纹波16.5毫浮左右 这个纹波非常的极品啊 20V5A 100瓦功率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纹波的情况 最高纹波30.5毫浮 平均纹波21.8毫浮左右 这是不是一个极品电源 你们说了算 这是库代科10号的 标准版的纹波情况 现在我们测的是24年 新春纪念版的10号电轮柱的 纹波情况 5V3A 1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毫浮 平均纹波6.5毫浮左右 9V3A 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0.7毫浮 平均纹波6.7毫浮左右 12V3A 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1.2毫浮 平均纹波7.3毫浮左右 15V3A 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24.3毫浮 平均纹波15毫浮左右 这个是中低功率常用的档位 都是很极品的 20V3A 60瓦功率 大家看一下这个纹波的情况 最高的时候17.3毫浮 平均纹波12毫浮左右 20V5A 100瓦功率 这个新春版最高功率 最高纹波27毫浮 平均纹波17毫浮左右 大家觉得这个新春版的纹波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是测试这一个 今天的主角 三体联名版的10号电轮柱的纹波情况 5V3A 1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3.6毫浮 平均纹波9.2毫浮左右 9V3A 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0.9毫浮 平均纹波6.5毫浮左右 12V3A 36瓦的功率 最高纹波16.5毫浮 平均纹波6.5毫浮 15V3A 4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24.3毫浮 平均纹波14.5毫浮左右 45瓦以下的中低功率 非常的极品 一如既往啊 20V3A 60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16.7毫浮 平均纹波13.2毫浮左右 这是这个10号电轮柱三体联名版的 最高功率100瓦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28.4毫浮 平均纹波20毫浮左右 一如既往 极品的移动电源一个 库台科三体联名版的10号电轮柱 了却了各位铁粉 对我前面测试10号电轮柱数据 不完善的抱怨 也算是了了我心里的一个梗吧 谢谢你们的支持 才会有我这个频道的进步 这个10号三体联名版 一如既往的各项数据 都是极品电源应该有的数据 转换效率实测高达85% 交流温波控制也是一如既往的极品 没有超过30毫浮 各位老铁们 你们说这个数据算不算极品电源 希望我的视频的 希望我这个频道的 别忘了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